大家好 这里是一球 欢迎来到今天的巴萨生涯模式 我们下一场的比赛是光碑的决赛对手是塞维利亚 为什么不是黄马呢 因为我们把黄马在半决赛淘汰 好了 我们换到首发队伦来替这场比赛吧 看一看塞维利亚的首发 其实塞维利亚真的不是很熟 这个比达尔也不是游温图斯的比达尔 19号其实还非常不错 空球非常好 左边后卫也是不错的 曼莲生涯模式我是买过来 塞维利亚射门 漂亮 1比0 梅西也没有贪攻 把这个球传给空位的苏亚雷兹 相当于踢空门啊 礼祝梅西啊 全场比赛也结束了 最后我们凭借苏亚雷兹在30分钟一个进球呢 1比0战胜了塞维利亚 拿到了这个赛季的第一个冠军 好了 下场比赛课场对贝蒂斯又到了我们刷助攻的时间了 阿菲尼亚 漂亮 1比0 又是门德萨的助攻 yes 门德萨非常精准的一个挑船 拉菲尼亚轻松捅射近角 帮助我们取得1比0的内心 好了 电脑拿到一个点球 腿碰了一下 可惜没有挡住 还是弹劲了 我们温德萨大片了 文德萨的貌似是左脚 右脚栓美梭非常离谱啊 拉菲尼亚2比1 漂亮 罗伯特一次助攻 他怎么庆祝的时候 队友都回去了 还不团结呢 团将表现不错 又是二国一 轻松的突破我们的防线 换个人吧 全场体能不是太好了 其实是门德萨的体能不是太好了 可是他不能下去 换上桑切斯 再给谁一些机会 这个后卫吧 还有查韦兹 锻炼锻炼 打在这个衡量上啊 挺吓人的嘛 全场比赛结束了 我们最后只取得了2比1的胜利 下半场门德萨也没能再助攻 他应该有一次助攻吧 没有 竟然没有算 电脑不要这样黑我们啊 第一个球怎么不是呢 羽们 下场比赛是欧冠一场比赛的对手是切尔西 半决赛 啊 又被门娘收入了 近距离白跳了半天啊 耍一次单刀 啊 又被门娘扑住了 啊 0比1 都45分钟了 打在这个衡量下面弹进去了 用什么门线技术 我看见了好不好 啊 马蒂奇 讨厌 啊 我不知道电脑哪来的信心在进去这么狂缠我 比内斯塔 漂亮1比1 比内斯塔非常棒的一个插上啊 客场进球很关键 下一次射门 哎 又被人家扑住了 好了 全场比赛结束了 最后我们在客场和切尔西战成1比1平 另外呢 联赛还剩4个 我们93分第二名76分 我们已经稳稳拿到了这个联赛的冠军了 现在主要目的就是帮伦多萨继续刷猪公 希望他能拿到这个猪公王 下轮比赛主场对赫塔费 我们还是剃部阵容继续敌这样比赛吧 12位 比较好的1比0 12位控球真不是盖的 一个包肉 再一个磕球 再接一个fancy shot 实在是太漂亮了 能量被玩弄啊 罗伯特漂亮 2比0门的萨继续主攻 这次千万别给我磨掉咯 这仨非常棒的传球啊 罗伯特也没有浪费这次机会 耶 哦 非常漂亮一个球啊 2比1 2比2又被进了一个厚点 一厚被干什么去了 罗伯特射门 打偏了 门德萨的传球啊 好吧 我手欠 跟他跑的时候摁下站墙 本来在近距离拉倒了 2比3 好了 全场比赛也结束了 虽然比赛输了呢 我还是很开心的 因为门德萨又刷了一次助攻 没有错 看到这场比赛最佳队员 我们下一个对手呢 是切尔西欧冠的半决赛 这次我们回到了主场 上一场呢 是在客场我们1比1 占平了切尔西 还是有一个客场进球的优势的 争取主场 我们可以把切尔西拿下 应该是一张红牌吧 在身后缠我 电脑这是要疯啊 而且不是什么绝对的机会 离球门还好远啊 尹尼斯塔1比0 控球真的不错 拉梅斯过来抢 好像有个自我保护的感觉 他还把这个球护住了 好了 我们在主场1比0 决了胜利 总比赛2比1 战胜了切尔西 进入了下一个很无聊一场比赛 决赛对手依然是败人 在阿根廷搜到了一个74到94的 我们先签下来吧 在中国搜到一个70到94的 还有一个67到91 在法国搜到一个68到92 先签下来 71到94 74到94 最后一轮对马拉加 我们去看一眼助攻吧 文德赛还是以12个助攻排名第一 那佩德文在最后一轮追上 我们可能性应该不大了吧 不过这场比赛我还是自己踢 然后毕竟这场比赛之后呢 就是欧冠决赛了 我们换到TIP阵容 看看能不能顺便帮文德赛刷一些助攻 还有帮助主力阵容 恢复一下体能 阿菲尼亚漂亮 1比0 全是个人能力 不过还是非常棒的一个进球 拉菲尼亚漂亮 2比0 又是拉菲尼亚 不过这次传球的是门德萨 在最后一看 比赛之后 就算是拉菲尼亚 比赛之后 看来看 特别人能力 看来看 他就像那样 看来看 他就像那样 一样 不过 现在 就像那样 这些人 看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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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做了一个假动作 不知道这个球还算不算 门德萨的助攻 全场比赛结束了 所以我们4-0取了个胜利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门德萨有两次助攻 而且我们最后也拿到了 这个赛季的西甲冠军 焰火哦,第一次看 还是很漂亮吧 最后大家也跟奖务杯 做了合影 只可惜上来的都是替务队员 门德萨拿到了8.8分 果然有两次助攻 这次应该助攻王没有任何问题了吧 我们稍后出去看一看 果然门德萨14次助攻 拿到了这个赛季的助攻王 好了,接下来就是我们 这个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了 和版人争夺 欧洲冠军杯的冠军 看看最后谁能站上欧洲之链 如果我们一看这场比赛的话 我们这个赛季就会获得三管王 也是这个系列人来 第一次获得三管王 然后也会获得不错的奖励 看看白人的首发名单 哥丁觉得白人 他要踢又踢三后卫吗 阿奎罗 比贝利罗本 多个吧 还是非常强的 那马 哇 大空门都不进 运气不错 扶了一脚 没什么力量 但是好像踢到了对方的后卫 耍了一字 1-0 果然碰到了华藤 华藤 垫了一下 诺依尔就扑错了方向 运气真好 啊 1-1 所以我们还是2-1 决了胜利 这次决赛 可是不如上个赛季 踢得那么轻松 啊 不过不管怎么样 我们最后还是拿到了胜利 维拉蒂完成了三个王的维叶 这个赛季表现真的不错 又到了高高捧起奖位的时刻 维拉蒂希望下一个转会窗口 可以被卖掉 而且口气还是非常坚决的 依据规则呢 我们这个赛季拿到了三管王 所以呢 我们可以签一个数值是85家的队员 另外呢 我们轻逊的小黑人 获得联赛的助攻王 依据规则呢 我们又可以签一个数值是85家的前锋 所以呢 我们这个赛季可以签两个队员 冠军奖励呢 我给大家两个选择 伯格巴或者拉米赛 如果大家希望见伯格巴的话 可以打名字或者打1 拉米赛的话呢 大家也可以打名字或者打2 这两个人还是很接近的 而且技术特点我觉得也非常像 都是进可攻退可守的球员 非常不错的中场 只是伯格巴这个更年轻一些 身体服装一些 但是拉米赛我没有用过 在这个上下模式里 我军心家也非常不错 而且有一较非常棒的远兽 球员奖励呢 我也给大家两个选择 第一个是莱卡泽特 第二个是格里兹曼 格里兹曼虽然位置说是左边峰啊 其实他可以team前锋的话 是完完全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两个人数值都是85 两个人年龄都是27岁 而且都是四颗星的skill moose 如果大家希望我选 拉卡泽特的话呢 请打3 或者打他的名字 格里兹曼的话呢 请打4 或者打他的名字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多多的留言 然后在录下期节目之前呢 我会自己进行统计的 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